Dufian瑞银投行亚洲区主席,现任汉德工业促进资本主席的蔡洪平,参加了8月10日到12日,在北京举办的世界科技创新论坛。 在这个论坛上,蔡洪平谈到了董明珠拿出500亿来造芯片的事。 她说这事很荒唐,她根本不懂什么是芯片,完全是胡说。 蔡洪平说,中国国内弥漫着非常庸俗的,完全非科学化的舆论和社会环境。 芯片事情刚出,居然在前两三个月,居然看到很荒唐的做白色家电的女企业家,说,我要砸500亿做芯片。 她根本不懂芯片是什么,后来我一查是董明珠,我说你真的是胡说,她真的完全不懂这个东西,真的不懂科学。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,几代人努力还有多方合作,和全球化的结果。 Sorry,我认为这是没有很好的引导和教育。 国内,以前啊,不是现在,报纸上经常充斥着一些院士们,稍微一孔之剑就吹牛,报喜,厉害了我的国。 在材料上根本没有解决这个问题,我看了蛮痛心的,挺着急的,他们通常把一个论文,就以为是一个技术。 其实在中国材料领域,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 此前格力电系董事长董明珠,在接受央视采访的时候说,我不需要国家给我拿钱,我就自己投入,我一定要把芯片研究成功。 只不过是个事件问题,我今年投入一百亿,明年投入一百亿,三年投入三百亿,甚至三年以后我投入五百亿。 我没理由做不成,当我们真正能掌握芯片,而且我们把高端芯片拿下来的时候,我们就可以服务全球了。 Dufo明珠这些话,确实有点迷之自信,芯片的研究制造业,并非两三年就能解决的问题。 此前在七月份,TCL的创始人李东升,也评价,郭董明珠的五百亿造芯片一说,当时李东升是这样说的,晶圆芯片制造的投资量极是千亿级的,这个产业我们不会投,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资源,而TCL的投资则是在芯片设计领域。 我注意到了有些企业说要投资五百亿元做芯片,我相信这个投资体量说的是做芯片设计,如果真的要做晶圆,五百亿元是远远不够的。 加电企业跳到陌生领域风险高,国内外芯片差巨大,落后海外二十年到三十年。 由此可见,如果讲到造芯片尤其是高端芯片,晶圆芯片,国内没有一家企业能随随便便都说自己投入几百亿就能成功的。 如果有人说了,那可能真的对这个行业不太了解,就彩虹萍在投资圈里,被称为中国民营企业海外上市支付,他主导过币贵园,币亚迪,搜狐中国,长城汽车等多家民营企业在香港的上市,也曾被媒体称为中国首富背后的推手。 目前彩虹萍管理的汉德资本基金规模在十亿美金以上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